心理防禦機制Defense Mechanisms 潛意識用來保護內在自我的策略 減少因有害事物而來的焦慮 維持自我形象 避免產生低自尊人格 No, 是Interesting 驚心動魄, 嚇到你心都來一來 小確幸, 甜甜蜜蜜 感動到流眼淚 激到爆血管, 我豈有此理 這才是生活常態 這才是港女日常 Hong Kong Girl V, 你今晚想吃什麼? 不知道啊, 你想吧 我不想想東西啊 那不如我們去吃放題吧 不要啊, 我不想吃壽司 凍冰冰, 不吃魚生 總之不吃日本食物 那吃泰國食物 你不是很喜歡喝冬陰宮 吃薯麵嗎? 不要啊, 我現在不喜歡吃了 那吃烤肉咯, 吃火鍋咯 不想啊, 弄得個身臭崩崩 那寶寶, 你想吃什麼啊?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啊 不吃啦, 我沒有胃口啊 吃吃啦, 餵胃口啊 由觀塘去北角的這段路 我一直站在他們對面聽 真的多虧兩位不少 原本我還想學人玩168 唉, 結果壞了 受不住美食的誘惑 一出地鐵就外賣炸雞 回家慢慢品嘗 怎麼搞啊? 你兩位又放題又烤肉又打火鍋 還有我最愛的冬陰宮 我最後只是買了一隻炸雞腿 好克制的啦 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去聽這段對話 或者我們很快就會通過第一個答案 你想啦, 我不想想東西啊 作一個結案層次 被告, 請你不要再玩口是心非 面那陣就說 沒所謂你話事 其實根本就想好吃什麼 要個男人猜 猜得中是英分 猜不中就是死罪 而最後那句簡直就是 天下間最大的笑話 最大的謊言 你承不承認? 不捨? 你一分鐘不吃而已嘛 作為港女 我要為這位小姐平反 說句公道說話 有時我們女人真的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你還要給我們那麼多選擇選擇 抓不定主意 不知怎樣選擇 人就不穩陣咯 最簡單的兩個方法 第一, 強權制度 不要問你話事 第二, 民主制度 二選一 我個人非常推薦這個方法 重點是 你提供的這兩間餐廳 都是你自己想去吃 舉個例 很多時候我們出去吃飯 吃西餐 吃到差不多 適應就會走過來問你 先生、小姐 要不要點餐甜品呢? 當你吃飽飽 又或者你根本不喜歡吃甜的東西 你就會說 不用了 麻煩了 如果台台客都是這樣 肯定會被老闆召費 那究竟有什麼辦法 可以令到對方say yes 而不是每次都 我不知道呀 我不要呀 我不吃呀 繼而就黑麵離場呢 最緊要 有得選 但是不很多 兩個剛剛好 先生、小姐 我們今晚的甜品是 心太圓 和cheese cake 請問你們兩位想要哪款呢? 其實原理就好像空姐問你 sir, coffee or tea? 就算你那一刻不口渴 還有點急 你都會不由自主地回答他 Coffee Thanks 案件重演 民主二選一 Take one action BB 你今晚想吃放題 還是烤肉呀? 聽的人會覺得 主權掌握在我手上 我想點就點 I am the queen By the way 男人呀 你不是須在多項選擇 你是須在最後一句 嗯? 那你想吃什麼呀? 的第一個字 這樣? 你的另一半瞬間 就會將這句說話翻譯成 那你想怎樣呢? 同一時間也會將這句說話解讀成 你現在只是嫌我煩 嫌我難服侍 嫌我公主病 我不吃了 你都不愛我 隨便吧 算數啦 不犯你啦 沒有人疼我啦 再見啦 沒事啦 實在夠啦 你不愛我啦 隨便吧 算數啦 又說疼我 說這麼快 就變了 當我幾差 再見啦 沒事啦 遠場的啦 你不愛我啦 兩性關係很複雜 對嗎 只是一個感字 擺錯位 用錯語氣 比錯表情 都足以令你一夜白髮 唉 又要想辦法哄女朋友 真是男為了男友 我都只有試過境遷 才說得出這句說話 男為了男友 你怪我們親戚到訪也好 刺性荷爾蒙分泌過多也好 女人天性如此 偏向感性容易想到一邊 高敏一族更加難處理 我是以A0身份拍拖 29歲才初戀 談戀愛對我來說 根本就是摸著石頭過河 我怎麼知道 這樣說會傷害她呢 我怎麼知道 她會完全抓不到我想怎樣 我怎麼知道 她會這麼不醒目 這麼遲鈍 不知道在那一刻 我有多需要她 寶貝 寶貝 你坐什麼回去 我去對面坐小巴 我跟他們幾個坐巴士回家 你們去哪裡坐車 好像前面SOGO門口有個站 好 那我們走了 你自己小心點 回去打給我 你走吧 这个女人没有找东西来生气 都说事过境迁 才会觉得自己多了鱼 你多了鱼 多了几鱼 你多了几鱼 生气吗 真是多鱼 你想她送你回家 你便直接说 你想她知道你临雨作感冒 你便出声 你想跟她说 BB可不可以陪我 便说 为什么要收拾一句话 对 为什么 心理防御机制 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 人总是很怕示弱 潜意识很想将自己 塑造成一个强者 现在不是旧社会 女人男人都一样 我可以自吸自足 我可以照顾自己 我不用人家帮 不用人家可怜 我更加不可以被人看小我 我们很想保护自己 好怕自己会受到伤害 如果我真的跟你说 BB BB 我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送我回家 如果你回家 如果你回答我 不要 我想和兄弟一起搭车走 那 那我怎么办 我们很怕被拒绝 所以我们用自己的方法 杜绝一切的可能性 我真的恭喜你 你成功杜绝了 不过 不开心 不开心有很多种原因 第一 为什么男朋友 不主动说送你回家呢 第二 为什么他察觉不到你不舒服呢 第三 为什么他会想和兄弟搭车 都不想陪你搭车 说到底 女孩子有太多假设 假设你会知道我想怎样 假设你会明白我的感受 假设我去边时边刻边分边秒 很需要你 你不知不明不在 我就会很失望 中医了解病情的方法 莫过于 望 闻 问 切 情侣之间 了解对方最有效的方法 莫过于 感 想 望 感受想法 愿望 知道了你想怎样的 那位叫上帝 他还比你更加清楚 知道你自己想怎样 其实一个好的伴侣 不是要百分之一百 准确地解读你所有的感受 而是当你跟他说 你心里面的感受 想法 愿望的时候 他肯听 有个人肯坐你旁边 听你说话 听你神 已经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有一句说话 人越大越难开口 不过 这句说话 其实比起我爱你 更加动听 一个独自在发烧 令爱那位 唇上结冰 夫妇得正 各取谁要 多元妙 也许 相天不及我定 无论我两臂怎紧扣 仍然就流及我定 无论过去我 怎样失守到拥有 最重要是你回来 昨天在码头上 你写的东西 我看得不太清楚 你能不能再说一次 等一会儿 来 说吧 说吧 分叉的感情线 只等我为你蔓延 比止的感情线 交错发展 怎么写得对峙 我是Somi 请听我的 绑女绑故事 Show Podcast 有故事的声音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